欢迎收看10月20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政府在新天央北社会住宅成立生障复合型社区照顾服务据点 提供日照中心、小座所以及社区居住 中正国小角力队教练郑凯文参加110年全运会角力比赛 再次躲金完成八连霸 10月17号到11月7号连续四个周日到平均37家特约店家消费 可以抽最高5000元商品兑换券 110年地价税11月1号到30号开征 请民众按时缴纳 今天的课宴近身去要教大家的客家艳语是千则万则 折着烂胡勺 新北市政府委托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新店央北社会住宅 成立身障复合型社区照顾服务据点 提供日照中心、小座所以及社区居住三种服务 让不同障碍程度的身心障碍朋友可以获得多元照护 新北市政府运用工艺彩券银鱼分配基金 在新店央北社会住宅A洞一到二楼的空间 设置了小座所、日照中心和社区居住 日前举行的服务启用典礼 新北市副市长陈纯净 社会局局长张景丽以及新北市议员陈寅君等人出席参与 期许透过各项资源集中运用与结合 打造一个多元照顾的友善环境 我们的这个制造中心 我们的小座所 手座所以及我们的这个居住 这个社宅的这个居住 其实他是对于不同程度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亲戚人们 有一些不同的训练 位于新店央北社宅的身障复合型社区照顾服务据点 将委托财团法人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办理 当中包括了日照中心可以提供社区适应、文康休闲活动等等 另外小座所则结合了第一社器公司 让身心障碍学员可以进行简易装合作业 培养工作技能 同时还有社区居住服务 支持身心障碍朋友的日常生活住宿 我们基金会一直认为 身心障碍的孩子或者成年人 应该居住在社区里面 他们应该在社区里面接受训练 也能够在社区里面工作 然后居住 这些都是对他们来说 在很多的机会 不容易有的机会 他们可以在社区里面这样生活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表示 这个据点未来也会结合新北市府具中心 和第一社器公司进行简易二手府具清洁消毒 提供给经过评估有需求的民众 另外新北市社会局期许 藉由完善的照顾资源服务 让身心障碍朋友可以达到在地救养 在地乐活的目标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重镇国小角力队教练郑凯文 参加110年全国运动会角力比赛 表现沉稳 从预赛到决赛 都以擅长的地板动作展现高超的滚桥技术 最终顺利拿下男子组西螺市第四级冠军 成功夺金达成八连霸 站上比赛高台 沉稳的观察对手 郑凯文在第一场预赛 一抓到机会 就以最擅长的滚桥 轻松赢得首场胜利 而在第二场预赛 上半场虽然一直苦无机会 陷入僵局 但在下半场 因为对手消极 被判罚趴资 让郑凯文得以滚桥连续得分 顺利进入决赛 冠亚军之战 再度以策略 使得对方被判消极 郑凯文取得了优势 再度以拿手的无敌滚桥 夺下全运会角力男子组 希罗氏第四级的金牌 而这也是他八度夺金 连霸成功 知道我自己的地板的技术 比较好 所以其实每一次 在接触的时候 都会去试探对手的 励志的状况 那如果励志对手 比较保守 或者是比较强硬的时候 那就是等到裁判的判决 让对手消极 那到地板的时候取得优势 再让我的优势去取决于比赛的胜负这样 郑凯文的连巴记录来得相当不容易 由于目前现任新店中正国小角力队教练 所以平时必须要牺牲休息时间 自己到北市大进行训练 这次能够夺冠 他认为都有适度的运用战术正常发挥 而此次全运会角力比赛 就在最熟悉的新店举行 他坦言一开始的确有点 竞相情缺的压力 但最后还是不断的调试心情 让自己以平常心上场比赛 在新店比 然后会有一种压力 因为自己的组长 那新店也是一个发展角力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 对那到后面会 就是也是慢慢自己去调试 然后就好像在家里比赛 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压力这样 郑凯文表示这次能够再次夺金 完成八连霸 要感谢的人相当多 包括启蒙教练郭阳明 陪同训练的学长 以及学校和比赛团队给予的协助 当然还有背后一直支持自己的太太 而未来会持续的努力 并且回馈基层 培育更多优秀选手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平临商圈发展协会配合振兴券发放 10月17号到11月7号连续四个周日 举办您消费我送礼活动 只要每周日到平临池振兴券前往特约店家 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 最大奖为5000元商品兑换权 配合振兴券发放 为了提升游客到平临消费医院 平临商圈发展协会 从10月17号起到11月7号连续四个礼拜 举办您消费我送礼活动 只要每周日到平临池振兴券 前往特约商店消费 满10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 最大奖有5000元商品兑换券 只要到我们37个合作店家去做消费 只要满1000元 那你就可以我们店家 就会拿一个QR Code参加抽奖 那我们是在10月17号 24号 31号 还有11月7号 这为期四个礼拜天的下午两点 在我们FB的来去平临商圈 那我们就会做现场直播 那最高奖额是5000元 那最低是1000元的商品兑换券 高明副理事长表示 先前因为疫情的缘故 平临许多店家生意大受影响 因此期盼透过您消费我送礼活动 重新找回往日商机 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我们这边店家的生意 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我们这个边没有外送平台 所以包括饮食部分的店家 在疫情期间完全几乎是关门的休息 那在茶叶上面因为没有办法跟人做实体的 适应的动作 所以这部分消费者他也没有办法到店家亲身 去体验茶叶的好与坏 这次参与您消费我送礼活动的37间特约店家 包含了吃喝玩乐 平临商圈发展协会期盼 游客能够在周日来到平临走走 使用消费券并且让优惠加倍 记者声明正门奇 平临财宝报导 110年地价税11月开征 缴纳时间是从11月1号起到11月30号截止 缴税单已经陆续寄送 提醒纳税义务人收到税单之后 务必要在期限内缴纳 以免预期被加收制纳金 110年地价税11月开征 缴纳时间从11月1号起到11月30号截止 缴税单已经从10月20号起陆续寄送 提醒纳税义务人收到税单后 务必在期限内缴纳 以免预期被加征支纳金 民众如果没有收到税单或是遗失 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 就近向所属税捐寄账处申请补发 另外也可以利用自然人工商金融凭证 或是已注册健保卡及密码 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网站 直接线上查缴税款 而为了方便民众缴税 除了透过金融机构 四大超商零贵现金缴税外 也能透过自动规源机 信用卡 金品金融卡 电子支付账户 或其储蓄存款账户等方式进行缴税 已经办理委托转账 带缴税款约定的纳税人 请在11月30号前 在该转账账户内预留足额存款 缴纳定价税 以免银行扣款时存款不足而产生欠税 预期缴纳定价税者每超过两天 需按应纳税额加征1%支纳金 超过30天 仍为缴纳者除了加征15%支纳金外 还将被移送行政执行分属强制执行 记者陈平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科研晋升区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加上网免行动 大新电宽屏1G超大频欢 WiFi6新世代上网 让你飙望有感 追举顺畅 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 欢迎下旬 2917 3939 接着是今天的科研晋升区 来看看大风哥 要来教我们什么客家谚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的意思是啊 不论是在找工作 还是找对象的时候 如果过分的挑剔 结果可能都会挑到不好的哦 举例来说 阿民在找工作的时候 总是希望自己的工作 能够家境 事少 薪水多 但是挑来挑去 最后只剩下 家园 事多 薪水少 正所谓 方先上网加WiFi 6指定方案 每月999元起 再享AI居家防护服务 速洽 2917 3939 一起为运动员加油 UNIGINE互动体感健身 提供30套线上运动课程免费使用 体验身装速洽 2917 3939 公费流感疫苗 10月1号起开打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 携带健保卡 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文件 前往卫生所或是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前往前请先上网或电话预约 新店护证室所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并且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巡回服务暂停到110年10月底为止 后续将是疫情发展再行调整 新北市都会西区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启用 地址位在新北市乌来区环山路八十二项 98号三楼 提供原住民家庭福利咨询 关怀辅导 权益宣导 以及社区讲座等服务 诧询电话2661-6082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推进出大家要注意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 重大兴电视的 你们看见 rar 我